第2057集 双道果同时紧接 楚风的身体素质全面提升 实力暴涨 一股狂风荡起 让老骨都站立不住 被那强大的气势 逼迫的量枪倒退出去很远 而在这时 楚风的身体却又一次恶变 周身都出现莫名的变化 各种诡异纹落 遍体蔓延 像是铁锁要将他捆住 要将他勒死 到了最后 老骨震惊 因为他真切的听到了 铁链碰撞的声音 冰冷而震耳 在楚风的体表 浮现的纹路 如同真实的铁链 越勒越紧 将他的灵魂都困住了 要彻底扼杀 这还有天理吗 才天尊境界 就有这种大杀截 这种诡异的变化 太可怕了 老骨肝着急 却帮不上忙 那是内因 是进化者自身的问题 可能是积点不够 进化太快的原因 也可能是平日 早已沾染上了不祥的东西 楚风 依旧是无喜无忧 在那里延误 将自身所学都展现出来 运转 倒引 呼吸法 口鼻间 尽是白雾 他在尝试 将一身的 妙术 全经等 都融合在一起 真正成为 他自己的东西 这个时候 他无惧生死 不怕恶变 到头来 身体 虽又有了腐烂的迹象 且那铁链越勒越紧 可他却也在变强 他的身体 绽放出刺目的光芒 生生地崩断了 身上的铁链纹落 肉身无瑕 灵魂纯景 再也没有那些 诡异的纹落 地面上 被楚风踩进 泥土中的灰色生灵 惊悚 他缠离 简直不敢相信 这个男子 连那种纹路都能磨灭 在他看来 这种纹落 是诡异中的诡异 只要一出沾染者 必腐烂 不成师仆 就得消亡 灰色生物认出 这是该族祖宗级 生物倾泻出的气息 而不久前 混合那里出事了 难道此人去过那里 沾染上的 楚风在蜕变 周身无瑕 并且越发的璀璨 比太阳还胜烈呢 拳头稍微攥紧 便让徐空塌陷 霸道无匹 老谷吃惊 要成了吗 楚风心中很平静 这次居然是双道国 一同紧接 他还想将另一个道国 找机会 去沾染大阴间的气息呢 不过眼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以后有机会 进大阴间再说 轰隆隆的 他身体发光 灵魂炫了 体外光雨洒落 宛若失去的景象再现 无数的光粒子出现 将他淹没了 这是一条古路 一条断路 一条消失无尽 岁月的进化之路 现在再现出来 老谷轻语 绝世双尊 都不用多想 光看到这种异象 他就知道 楚风进化的相当完美 成功了 这个领域还有谁可敌呢 一条古路横在眼前 通向远方 但可以看到 在那遥远的尽头 路是断掉的 这相当的诡异 在楚风进化的过程中 居然真的有一条路浮现出来 横管天地间 很模糊 也很幽碎 它像是亿万载岁月 曾被尘埃淹没 被历史遗忘 而现在露出一小段 朦胧的断路的轮廓 楚风怎么会满足 现在的修为呢 他还想要更强 现在 他虽然双道果共同升华 体内璀璨如胶羊 双道果共鸣 在其血肉中 交相辉映 但这不是终点 接下来 他还要破开大天尊景 老古洞容 瞳孔都在收缩 你 你还不是大天尊 这让他惊悚了 怎么可能呢 因为他方才分明 感觉到强大的气息 将他都被冲击的倒退出去 楚风 绝不会比大天尊弱呀 虚空颤离 天地瞬间至暗 远处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一刻 山腹中 犹如宇宙深处 苍茫而幽远 漆黑成为了大背景 那条路越发的真实了 老古倒戏冷气 今天 他真的如同没见过世面般 被惊悍多次 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条路的周围 非常的昏暗 犹如夜色 容易让人迷失 更远处是无边的黑暗 看不到任何的景物 唯有路的附近 光粒子飞舞洒落下来 指引向前 可惜路断了 前方像是黑色的天前 宛若是被利刃劈开的 这很邪 也很可怕 一条进化路 只是人们心中的路 它怎么会这样浮现 并且呈现出 被批断的景象呢 黑色的断裂处 就是路的尽头 隔着无边的漆黑深渊 对岸不知的怎样 大雾弥漫 呼啸着 仿佛在对面 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在哀嚎 老古站在远处 静静的看着 感觉后背都发凉 这就是他们要走的 花粉进化路的终点吗 真有一天到了尽头 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他今天第一次 见到这种异象 在他过往多次的 进化过程中 从来就没有这样 特殊的真路 出现在身边 楚风也大受触动 这是既在石管那里 看到一脚真相后 又一次的天人交感 或者确切的说 是人与真路的互感吗 哄的一声 他全身喷薄刺目的光 演绎自己的法 走自己的路 他要再突破 成为大天尊 可是这一次花粉量明显变少 连树体都有些暗淡了 不好 楚风心神都在颤 他最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能级意图不够充足吗 老谷也眼睛发直 他自然看出树上的叶片 不是那么灿烂了 各种精气与能量 都集中向花朵 六丈高的大树 老树皮开裂的更多了 混沌物也稀薄了不少 见鬼了 老谷发呆 不管是天尊还是大天尊 都算是同一大领域中 竟耗掉数份大能级土质 而且这还不够吗 冥冥中 一杆黑色的长刀缓缓逼近 是如此的清晰 冷冽而射人 割裂大道 他直指楚风眉心 无声的向他展落下来 楚风惊异 这是什么呀 在他的体外 自主腾起一片光幕 宛若一睹厚厚的神知墙壁 阻挡此刀 然而 刀锋冰寒 以幽黑射人 像是来自地狱的轮回刃 斩破一切 他的护体光幕挡不住 被轻易地抛开了 这条路还真是诡异莫测 遇上什么都不出奇 竟有这种食物般的刀锋来袭 楚风缓缓地举起了拳头 动用终极拳 且鸣刻上 十冠所显化过的金色符文 他不敢有任何的大意 在进化过程中 稍有疏忽都会凄凉死去 须全力以赴 当的一声 他的拳头 绽放刺目的光束 击在黑色的刀锋上 竟发出真实的金属颤衣 铿腔震耳 一刹那 黑色刀锋后退 而后 自动瓦解 化成数十块 并转变为乌黑光束 以快到不可思议的速度 从四面八方 冲进楚风的体内 我就知道 祖宗既存在留下的气息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解决掉 真正的杀武在这里 诅咒了他 楚风的脚下 灰色生灵 兴奋 暗中激动于 亢奋无比 楚风闷哼 数十道光束在体内乱冲 他遭受了莫名的阻击 连他身前那条明灭不定的断路 都要消失了 阻我路 断我进化前程 他意识到 还是那种诡异的能量 不久前 如同铁链般纠缠在他的身上 现在更为的灵力了 在他的身体中 灰色小磨盘转动 疯狂吸收那些光束 进行炼化 同时 他自己也在运转 刀引呼吸法 突然间 不远处 轮回土中封印的人形怪物 挣脱 冲了过来 扑上了楚风的身体 他太迅猛了 根本就躲避不及